话说那岳云一马冲入藩营 大叫道 俺岳小爷来串营了 舞动了两气银锤 如飞黄雨点一般的打来 谁人抵挡得住 况且那些藩兵 俱已晓得岳公子的厉害 都向两边闪开 岳公子逢人便打 打的是众藩兵东躲西逃 紫乡残堂 恰好第三队先行 严城方已到 两队军士将杨先锋 勿走小商河被金兵射死 如今岳公子单身独马 踹进藩营的事说了 严城方吻言大怒 随即传令三军安下迎战 等我帮他去来 帮马一提 直到藩营高声大叫 严城方来踹营也 轮动紫金锤打将入来 直动打西绕南转北 寻见了岳云 两人并力打来 那时雾竹在大营 见小帆报说 岳小南蛮 又同了一个小南蛮 叫到严城方 踹进银盘 十分凶狠 难以抵离 往速遣将关擒拿 乌珠思想 某家六十万大兵来到此地 北洋再兴一人一计 挑死我四个先锋 杀我许多人马 如今又有这两个小南蛮如此厉害 就某家 怎能取得宋朝天下 随即传令下来 点各营元帅平章 速去迎敌 勿要生擒二人 如若放走 军令治罪 那些藩兵得了此令 层层围住了岳公子 严城方来厮杀 再说呢 第四队先行 何元庆领兵来到 军事也将杨再兴射死 岳公子与严城方杀入 藩营的事说了一遍 何元庆听了 吩咐三军扎下营寨 他也是一人一计 冲至藩营门口 大喝一声 来 藩奴 何元庆来也 舞动双锤 杀进藩营 随即那第五队先行 鱼化龙兵马也到 听了此心 岸下三军 飞马冲入藩营 大叫一声 藩奴闪开 鱼化龙来也 把银枪一起 点头点脑挑来 好生厉害 杀的那些藩兵喊叫他 南蛮太厉害了 煞世间冲头翻营七层围鱼手 撞翻八面 虎狼军 匹马冲入重围 来寻众伟先锋 不久 那第六队罗延庆人马又到 众三军也将前世说了一遍 罗延庆文言大怒道 儿灯扎下银盘 等我去与杨将军报仇 一马飞奔而来 只见杨再兴射死在河内 延庆下马败了两败 哭一声 哥哥 你为国捐躯 臣个痛杀我也 今小弟与兄上前去报仇 往哥哥阴灵获信 就擦干了眼泪 上马提枪 竟往翻营而来 杀入重围 罗延庆踹进翻营 已是黄昏时分 第七队武尚志也大 三军也将前世禀上 武尚志吩咐三军扎住银盘 飞马来到了翻营 将马一提武动这只画杆引起杀进翻营 一层层冲将进去 只见月云 严成方 何元庆 余画龙 罗延庆皆在围内 武尚之叫声 有兴讨 我武尚志也来了 六只大虫杀在翻营内 锤打来 欲着变为肉将 枪刺去 缝着青壳身亡 真是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乌珠看见 便答 不信这几个南蛮如此厉害 随即又传奇众平章 一起围住 吩咐他 乌阳拿住这几个南蛮 大事就定了 众将得令 层层围住那六个人在里面 杀了一层 又是一层 杀了一昼夜 恰好岳飞寒室中的大兵已到 依和为戒 放炮安营 那藩阵内六个先行听见炮响 小的是元帅已到 岳公子抡锤打出藩营 后边何元庆 余画龙 罗延庆 武尚志一起跟着杀将出来 岳云回头一看 单单不见了严成方 大叫道 众位叔父 严成方上在阵内 快些进去救营他出来 岳公子当头 众将在后 傅转身一起又杀进藩营 只见严成方在乱军中逢人乱打 贤弟 快回营去 严成方也不回营 举锤便打 岳云连忙招架住 却是那严成方杀了一日一夜 已经杀昏了 直往藩营杀进去 也认不出是自家人了 岳云便手艺抡锤 一手拖住严成方的左手 何元庆扯住右手 罗延庆抱住身子 于化龙在前引路 武上至断后 众英雄裹了严成方杀出藩营 来到了大营 紧张来见元帅脚令 岳飞吩咐严成方后营江阳 只见罗延庆十分悲苦 岳飞大 贤弟修得悲苦 武将当此 瓦格过失 只是未曾享受朝廷绝路 如此英雄 甚为可惜 元帅就吩咐整杯祭礼 亲到小商河祭奠 然后收尸 葬在了凤凰山 再说物主 见众英雄去了 但见尸海满地 血流成河 死者莫知其数 待伤者众多 一面将尸首埋葬 一面将待伤军事 发在后营一帜 又与众将记忆道 这南马如此厉害 他若各处人马到齐 早晚必来决战 某家想的秦桧 为何不见照应 难道他死了不成 况某家何等私以待他 他夫妻二人 临别是对天立士 归到南朝 岂又忘了某家之礼 军师说道 郎主今日进中原 秦桧岂有不照应之力 请郎主静候几日 绝有好音 却说那边张元帅 带领着五万人马 刘元帅带兵五万 各处节度总兵接到 共有二十万大军 扎下了十二座大营 聚在诸仙镇上 这一天岳飞声仗 军师来报说 圣旨下 岳飞连忙出营接旨 钦差开毒 却是朝廷赤刺岳飞上方剑一口 扎服数百道 有罪者先斩后奏 有功者任凭受职 岳飞谢恩送了钦差起身 回到帐中坐下 又有探子进帐来报 赵太师气愤急发 已经顽固 将礼部尚书秦桧败 拜了相位 特来报之 岳飞与众元帅 节度总兵 各个拆官送礼 进京贺喜 过了数日 有新客状元张九成 奉旨来做参谋 在营外后令 传宣官进帐通报 元帅遂命禁见 张九成却不容装 金营来至帐下 说道 各位老大人在上 晚生张九成参见 岳飞与众元帅等 一起站起来道 殿元清奇 叫左右看座 张九成道 各位老元荣在上 晚生安敢坐 岳飞说道 殿元管歌七才 何不随朝保驾 去来此处参谋 九成道 晚生蒙天子鸿恩 不家处竹 反得刀鞠顶甲 因为晚生 乃一件寒儒 前去参见秦太师 没有孝敬 故而秦太师 在圣上面前 特保居此职 岳飞对众元帅道 岂有此理 我想那秦太师 一是实在寒窗 由清灯而居相位 怎敢重怒清闲 众元帅也说道 且留殿元在此 再做区别 正说话之间 又报圣旨下了 众元帅闻报 意其出营来接旨 那钦差再马上说道 只要 新科状元 张九成 上来接旨 张九成 忙上前道 臣 张九成接旨 那钦差道 圣旨 命张九成 往五国城去 问候二圣 特此 亲赐福节 望却谢恩 张九成 谢恩过了 那钦差道 圣上有旨 请岳飞宿命状元起身 不可迟悟 说吧 即将福节交代明白 专马回去 各位元帅进账坐定 议论此事 哪里出自圣旨 必定是秦桧弄权 陷海电源 个个愤愤不平 都说道 如今 朝内有了这样的奸臣 忠臣就不能保权了 真正令人胆寒 岳飞说道 贵钦差不知何日容行 张九成道 晚生既有亡命在身 焉敢耽搁 只是一见 家下又老母与社地酒司 怎知此事 许得写信一封通知 今日便可起身 岳飞道 那既如此 贵钦差即可写起书来 待本帅卓人送到尊府便是 随即叫左右取过文房四宝 将桌子抬到九成面前 九成随即含泪修书 将一箱囊分考在内 奉与岳元帅 岳元帅随即换过一名家将 吩咐道 这封书 着你星夜送往常州 送到状元府上 面接二老 亲自开差 家将答应 领书而去 张九成说道 家书已去 晚生就此告辞了 还求元帅 差一将军 送晚生出那番银为好 岳飞道 当得遵命 随即传下令来道 哪一位将军敢领令送钦差出藩营去 下边应声道 墨将愿往 岳爷举目一看 却是汤淮不觉了一下 叫道 汤将军 好生气 这班元帅各节度总兵重统治 与张九成汤淮出营 以其上马 直送至小商桥 众元帅说道 贵钦差 兄弟们不远送了 张九成说道 请各位大人回应 汤淮也说 各位大老爷 卧将去了 又对岳飞道 大哥 小弟去了 岳飞欲带回言 喉中语色 泪如泉涌 目不忍视 带领重将 回转营中 颜面卑切 退往后营去了 那汤淮保着张九成 直指翻营大河道 犯奴听着 俺大宋天子 拆新客状元张九成 往五国城去问候二圣 快去通报 让路与我们走 小藩听了便说道 汤南蛮且住着 代安去禀郎主 小藩忙进帐去抱有 吴主 吴主道 中原 有这等忠臣 甚为可敬 传令把大营分开 让出一路 再点一元平章 带领武师儿郎 送他到五国城去 小藩得令 传下号令 那五营八少 众藩兵 一起两下分开 让出一条大路 张九成同着汤淮 一起川营进来 那些藩兵藩将 看见张九成生得是 面白唇红 红袍金带 乌纱造靴 再马上手持符节 后边汤淮横腔 月马保着 人人喝彩 好一个年少忠臣 屋主也来观看 不住口地称赞 又见汤淮跟在后头 便问君师道 这可是越南蛮手下的汤淮吗 哈密知道 果然是汤南蛮 乌主说道 中原有这样不怕死的南蛮 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 吩咐道 江戈大营可好 若是汤南蛮转来 需要生擒活捉 不可伤的性命 唯令者斩 却说张九成同着汤淮二人 出了藩营 只见一个平章带了五十名藩兵 上前问道 带 按奉郎主之命 领兵护送 哪一位是往五国城去的 汤淮指着九成道 这一位便是 一路上 尔等需要小心服侍 翻兵点头答应 汤淮道 张大人 末将不能远送了 张九成道 今日与将军一别 梁亲生 不能重会了 颜霸眼面哭泣而去 汤淮也哭了一会儿 望见钦差去远了 擦干了眼泪 回马来到了藩营 摆着手中的银枪 端进重围 众藩兵上前拦住 喝道 汤淮满 你今日休假回营了 俺等奉郎主之命 再次拿你 你若早早下马投降 不得免死 还要封你一个大大的头目 汤淮大怒道 呆 藩贼 我老爷这几根筋骨头 也不想回家乡的 大喝一声便走马 使枪往藩营中冲入重围 与藩人大战 那汤淮的手段本来是平常的 二来那座藩营有五十余里路长 这杆枪如何杀得出去 但见那藩兵一层一层围将上来 大声叫道 南蛮子 早早下马投降 若想出营 今生是不能了 只一声叫 那些翻兵翻将 刀枪剑戟 一起杀将动来 汤淮手中的这杆枪 哪里招架得住 这边一刀 那边一枪 汤淮想道 不好了 我单人毒气 今日料相杀不出重围 当被犯人拿住 那是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反受犯人之辱 倒不如自尽了吧 把手中枪左右勾开许多兵器 大叫一声 且慢动手 众将一起助手 叫道 南蛮快快投降 免得擒桌 汤淮喝道 呆 你们休要想错了念头 俺汤老爷是何等之人 岂肯投降于你 少不得俺哥哥越大元帅 前来将你等烦怒扫尽 那是指导黄龙府 捉住完颜老烦怒 将你等烦怒斩尽杀局 那是方出俺心中之弃也 叫一声 元帅大哥 小弟今生 小弟今生 再不能见你之面了 今日俺汤淮 就与你长别了 就把手中枪尖吊转 向咽喉指一下 早已翻身落马而死 可怜他一点担心 归地府 满腔耗气 上天庭 有诗曰 宋客归来 勇气威 孤神力尽 斗心兮 自甘有意 轻生死 血染永魂 施不疑 那些众藩兵 看见汤淮自尽 抱于乌竹 乌竹吩咐把首级号令军前 将尸骸埋葬 岳飞正在营中思想汤淮 军事来报道 唐将军的首级号令在翻阴前了 越言文言大哭道 我与你自有同窗学义 恩同手足 未曾受得三封 安详太平之福 今日 我恩丧于凡人之手 说吧 放声大哭 众将聚个碑也 元帅吩咐备伴伴纪礼 遥望藩营祭殿 众将拜殿已必回营 且说那乌竹自葬了汤淮之后 在仗中与众元帅平章地 称赞了汤淮的忠义之气 忽悠小藩进账报道 殿下到了 乌竹传令宣进 陆文龙进营参见 那陆文龙年方一十六岁 屡历到有千斤 身长九尺 面阔五亭 头大腰圆 眉清目秀 公马俱烟熟 双枪本是能 南朝少此英雄将 北国称为第一人 这陆文龙进掌参见以毙 乌竹道 王儿因何来迟 文龙道 然而贪侃中原景致 故而来迟 父王领大兵进中原日久 为何不发兵到临安 去周南南蛮皇帝 反夏营在此 乌竹就把杨在兴 战死小商河 约云严成坊等大战 幽阴队营有十二座南蛮营寨 况岳飞十分厉害 所以为父的不能进前说止 文龙道 今日天色尚早 带陈尔领兵前去 捉拿几个南朝蛮子 约父王姐们 乌竹道 王儿要去 必须小心 文龙领领出来 带领藩兵直过小商桥 来到了宋营讨战 当有小军暴露大营说道 岂上元帅 今有藩帮议员小将 在外讨战 元帅便问两边重将 哪一位敢出马 话音未觉 旁边闪过忽天庆 忽天堡两员将官 上前打工道 小将 情愿出阵 请此藩奴献上来 元帅吩咐小心前去 二人得令出营上马 带领兵族前来阵前 两军相对各列阵势 忽天堡一马当先 观看这员藩将 年纪十六七岁 白面红唇 头戴一顶 二龙戏珠紫金冠 两根智尾鞋飘 穿一件大红团龙战袄 外罩着一副 锁子黄金玲珑铠甲 左斜下悬一口宝刀 右斜边挂一张雕弓 坐下一匹红沙马 使着两杆六尘枪 微风凛凛 雄气啾啾 忽天堡暗暗喝彩 好一员小将 便高声问道 樊将 快报头鸣来 文龙道 某家乃大金国昌平王殿下 陆文龙便是 儿乃何人 忽天堡说道 我乃岳飞麾下大将 忽天堡师爷 看你小小年纪 何苦来受死 倒不如快快回事 别叫一个有些年纪的来 省得说我来欺负你家小孩 陆文龙哈哈大笑 我闻说你家月蛮子 有些本事 故来勤谈 让你这些小族 何族倒在 忽天堡大怒 拍马抡刀 直取陆文龙 陆文龙将左手的枪 勾开了大刀 右手那只枪 呼的一声 向忽天堡 潜心刺了 要招架也来不及 郑重心窝 跌下马来 死于非命 忽天庆大吼一声 好烦奴 怎敢伤我兄长 拍马上前 举刀并开 陆文龙双枪齐举 两个招战 不上十来回合 又一枪 把忽天庆 跳下马来 再一枪 结果了性命 陆文龙高声大叫 宋营中 有几个 有本事的人 出来会战 修使这种 无名小族 白白的来送死 那拜军 慌慌忙忙的 报失元帅 元帅听到 二将阵亡 忍不住 伤心下泪 便问他 再由哪位将军 出阵擒拿翻驾 只见下边 走过岳云 张献 严成坊 德元庆四人 一起上前领令 情愿同去 岳飞道 即使四人同去 无有一计 可擒来将 四人齐齐听令 正是运筹帷幄 将军事 现阵冲锋 战事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